李克强12月24日主持国远参事 中央文史研究馆管员座谈会 他表示 要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他还说 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 内外交织 国内的因素 所以实际上零年的经济工作比今年更艰难 李克强他输出了经济 所以讲的话应该是不出意外的 李克强还说 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学者王军认为 这是因为过去靠投资基建的模式遭就许多鬼城 也解决不了当前的经济问题 因为经济下滑以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其实这个不稳定因素 另外一个指标部分的能够说明 这个问题就是就业情况 比如说 今天的研究生这个报考人数就超新高 每五年增加一倍 最近有调查指出 六成报考研究生的学生 是因为就业压力大而选择考研 中共御用经济学家李道奎也公开说 未来几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提醒人民苦日子要来了 中国一些专家也自己也讲出来 很多经济数据是有水分的嘛 去年应该就已经衰退了 外汇储备也有问题 财政压力很大 所以他现在已经到了没办法了嘛 准备过苦日子 当局一个学者讲出要过苦日子的时候 就表示接下来十年没有好日子过 不是这一两年的问题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认为 中国经济下行不可避免 经济 财政 金融危机会陆续爆发 新唐人记者林岑欣 洛亚 刘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